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家头于2002年在南投县普里镇创立财团法人南投县博佑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 他在这篇文章开始就说 我信天主教 每个主日都要去望弥撒 弥撒中或是圣体降伏要有人弹琴 在过去 这一直都是一位修女的工作 运气很好 我们教堂里来了一位研究所才毕业的年轻人 有一天弥撒结束 他自顾自地弹钢琴 因为他弹得很好 修女逮到他不放 叫他在弥撒中弹琴 他是一位很开朗的孩子 立刻答应了 这位年轻人除了在弥撒中弹琴之外 在弥撒结束以后会继续弹 我们都喜欢听他所弹的曲子 当然有些是轻松的歌 他也能弹相当多古典钢琴曲 比方说他会弹很多小夜曲 也会弹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有一次他甚至弹了一段 拉赫曼尼洛夫的曲子 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 他曾经很优美地弹了缓慢儒歌 我以为这是用小提琴来演奏的 他居然会将它改成钢琴曲 我问他怎么会如此厉害 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他只知道他从小的音感就特别好 他小时候学会弹钢琴以后 只要听到一首歌 他只要记得弦律 就可以用右手弹出来 至于左手的伴奏 是他自己临时想出来的 一般的流行歌曲当然可以如此做 古典音乐如此做 当然是不合法的 所以他只敢在外行人面前 弹奏古典钢琴曲 他脑子里记得相当多古典音乐的旋律 比如好几首小夜曲 至于拉赫曼尼洛夫的音乐 他其实只记得前面开始的那一小段 后面就记不得了 因为他不是在正式场合演奏 这样也可以使我们满足了 我们大家给他取了一个造号 钢琴师 钢琴师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但是他有时会忽然陷入沉思 我们教堂的一些女孩子很欣赏他那时的表情 他们说现在的偶像明星 丝毫没有这种表情 有一天 钢琴师认识了一位教友 他是一所老人院的负责人 我们的钢琴师立刻恳求这位教友 给他一个机会去弹钢琴 他说当老人吃饭的时候 他可以弹 那位教友说他们饭厅里没有钢琴 钢琴师说他可以去自己带一个手提电子琴去 他自己也没有钢琴 但是有这么一架电子琴 他说的电子琴虽然比不上真正的钢琴 但也可以凑合着用 钢琴师的名声慢慢的传出来 很多老人院要求他去弹琴 他都来者不拒 我对他的志工行为很有兴趣 也跟着他去了好几次 我发现我们的钢琴师很仔细 他事先好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知道那所老人院老人的喜好 有的时候他弹的全是台语歌曲 但也有一次他弹了好多古典的钢琴曲 他每次演奏结束的时候 必定弹紫竹调 紫竹调是小学生毕学的歌 很多老人听了以后 好像都很高兴 大概是因为他想起了他们快乐的童年吧 有一天我和钢琴师 异曲去南部的一所老人院 那里的老人院是有钢琴的 钢琴师照就在演奏结束的时候 弹奏了止足调 他通常弹两遍 在他弹完第一遍的时候 老人院的一位员工走了过来 和他讲了一些话 钢琴师因此将最后的一句 重弹了两次 那位员工又和他讲了一些话 他重重的弹了一个音符两次之多 后来员工离开了 钢琴师忽然好像崩溃了 整个身体浮在钢琴上 我看到他似乎在流泪 员工又回来了 这次他要钢琴师卷起左手的衣袖 然后查看钢琴师左手背的后面 查看了以后 他点点头 领着钢琴师走到一位老人那里 老人坐在轮椅上 看来已经很虚弱 我们的年轻钢琴师在老人旁边 跪了下来 将头倒在老人的怀里 泪流满面 他没有说话 我们都搞不清楚 但我们感到老人的势力已经不行 他一直摸着钢琴师的头 后来也一直摸他的脸 那位员工告诉我 钢琴师今天不回去了 他要留下来陪伴他的爸爸 我这才知道那位老人是钢琴师的爸爸 我一个人坐高铁回新竹 我想起一件事 钢琴师周末都去老人院 从未提到要回家 但我不了解 为什么那位员工 要他一再的重弹一个音符 也不懂他为什么 要看钢琴师左手背的后面 两天以后 钢琴师打了电话给我 他详细的告诉了我 他的故事 钢琴师的父母都是音乐老师 所以他的音感也非常好 他从小就会弹钢琴 遗憾的是 他的母亲在他六岁的时候 因车祸而过世了 他的爸爸大受打击 开始精神状况越来越糟 他不能再当老师 而且忽然喜欢流浪 变成了一个游民 他带着小孩四处乱走 小孩虽然不喜欢这种游民生活 但也无可奈何 有一天 他们被警察看到 警察告诉爸爸 当游民不犯法 但是孩子不能如此 所以孩子就被送入了一家安置中心 孩子非常舍不得离开父亲 但毕竟安置中心的生活舒服得多 又有游泳池 他也就安定了下来 他曾经去他们父子流浪时所住的街头 但找不到爸爸 从此他只有想念爸爸的份 孩子从小就会弹钢琴 他当然也会弹子足调 子足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说 简朴是五 可是绝大多数的歌曲都以多 简朴是一结束 孩子顽皮 每次弹子足调都以多结束 他的爸妈指责他 他故意不听 在老人院 他不仅每次都弹子足调 而且每次曲子结束的音符 都故意弹成多 只有一次有一位中年人 发现了这个错误 直到这一次 钢琴师的爸爸 他立刻发现了这个错误 他也知道这不是偶然的 因此他请人叫钢琴师 再谈一次最后的音符 钢琴师坚持不改 仍然谈多 爸爸记得儿子 左手背后面有一个胎记 检查的结果证明 钢琴师就是老人的儿子 这位钢琴师知道 他的爸爸虽然是个流浪汉 但音感可能仍然存在 所以他一直故意谈错 希望经由这个错误找到自己的爸爸 他终于找到了 钢琴师的爸爸已经相当虚弱 不久就去世了 我们的教堂为他举行的弥撒 钢琴师的同事和同学来的一大堆 这些大多数是大个子的男孩子 弥撒结束以后 白发苍苍的老神父先自己唱了一次 子足调 然后领着教堂里的所有人一起合唱 子足调 我发现那些大男生唱得特别起劲 过去我只听过孩子唱子足调 没有想到这些大男生 照样可以将子足调唱得非常好听 钢琴师仍然在周末到各老人院去弹琴 有时他也去一些安置机构弹琴给孩子们听 但他不再有沉思的表情了 那些欣赏他沉思的女孩之中 有一位觉得好可行 但我注意到每次弥撒结束以后 他们都一起离开 显然的不再沉思也仍有魅力的 以上李嘉童说他的故事 子足调 我是郑兆星 感谢您的收看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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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